每年在年朕前,花生基金会都会带老大人没这年菜 让其老人可以吃一种烧,感受这些社会关怀 两倍以后,每个月都有基盘生态 因此,很多人稍稍爱心来帮助既然的人 这次特别将十二块分的观看,选择关后花生基金会 这次东兴国小小朋友捐出来的爱心呢 我们会把这些爱心用在101年,过年的时候 让独居长辈有年菜可以吃 那今年呢,花生基金会在全省 预计送出一万份的爱心年菜 那在云林的部分呢,要送出850份 所以需要社会大众一起来帮忙 小朋友将钱放在一家里面,仍然要亲自交给这些老大人 过程是相当闻心,还说阿嬷也帮助美人 尤其小朋友爱心,花生基金会人都看在哪里 那这次东兴国小小朋友用小猪献出爱心 虽然是小额,但是对我们来讲非常的感恩 所以也希望大家一起跟我们来关心云林县的弱势长辈 让长辈在过年的时候有一份温暖的年菜可以享用 但姑秀为7年前开始基盘观看华董 每个国书生将生款继续做会,仍然顺着有需要帮助家庭 这7年来已经没一个超过40元的经费 大家每个国付出稍稍爱心,最后刷新为一个大力量 红票是观看的以后来为主 而且要让这种生性继续搬下去 我们肯定华山基金会年菜送独居老人这样的活动 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 呼吁我们的社会的这个朋友能够共襄胜举 稍稍地说,刷是穿不了爱心,不过华山基金会票是 到目前,目前的财富分严重是很多热 需要各界继续严重做 去这里面安,彩虹报道